您好,欢迎来到中央研究院 然后是民法,民法当中包含有商事法 再来是民事诉讼法 再来是刑法,然后是刑事诉讼法 在第一试当中,如果你要当法官或检察官 那么第一试当中有15个考课要考 那分成了综合法学一跟综合法学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综合法学一考了七科 综合法学二也考了七科 那当然还有外加一科英文,法学英文 好,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这考的14科当中 其实内容就等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些六法 好,那将来同学如果你是对于这个 公民这一科特别有兴趣 尤其是对于这个三四五六册 你很有兴趣的人 也许你家人就非常适合来读法律系 然后读了法律系之后 当然大多数的人目标都是要考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还有再来就是律师,对不对 那事实上,就算你念的法律 你不想要当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的话 跟法学相关的这个公务人员考试也是有的 国家考试也是有的 所以其实有志于当公务人员的人 念法学有一些基础的功力 我觉得也相当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第一试 应试的15个科目 从这15个科目我们来对应 在这个我们的三四五六册 会接触到的六法的内容 好,就是宪法的部分 其实就是涵盖了我们第三册所谈的内容 再来是行政法的部分 像第三册的内容 还有第四册的一二单元 再来就是有关于刑法刑事诉讼呢 其实就是第四册的三五六 好,再来是有关于这个国际法的部分 或者是全球化的这些议题 像像我们的第四册谈到儿哨法 还有这个全球化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属于国际公法 国际司法领域的 再来就是综合法学二 考的真的很多,对不对 总共有七个课,七个课程 那么里面呢 其实我们的第五册里面的民法 跟里面提到的这些商事法 其实就都是民法的范围 好,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三四五六册 其实都脱离不了法律的相关内涵 特别是同学透过三四五六册的学习 能够把这个法学打基础 然后对于这个法学的科目 特别是六法全书 六法能够有一些内涵上的基础认识 好,宪法征修条文 总共有七次的征修 内容总共有十二条 一定会考,会考,会考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这个单元要谈的是 中央政府的组织 还有组织之间的互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当然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过了 这个我们的国家是依照宪法 有五权分立对不对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跟监察权 那么依着这五权分立呢 也制定了什么? 制定了五院 好,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跟监察院 那当然这个行政权呢 包括在总统跟行政院之中 此外呢 当然同学也要去注意到的 就是说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是五权分立 而且呢是五权要制衡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个院与院之间呢 当然也有他制衡的力量 那么他是怎么来制衡的呢 这个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衡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为什么? 因为要保障政府不会侵害人民的权利 对不对 好 那么所以呢 现在同学就要来认识中央政府的组织 跟他们的职权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政府的组织分成了 行政从五权分立的概念来的是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跟监察权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一一的来看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哦 我国是依据五权分立的精神 将中央政府的组织及职权明确规范于哪里呢 宪法以及宪法征修条文 所以各位同学 你在念这个公民第三册的时候 你务必要把宪法至少读一遍 还有呢 考试考来考去都考在宪法征修条文 所以其实第三册第四册都是 第三第四第五册 都是整个公民与社会这个课程的在会考的考点 就是会考一定就是会考在第三第四第五册 尤其是第三册 第三册当中哦 因为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对宪法有一些冻结 有一些修正 有所以呢 其实宪法征修条文的新的这些规定比宪法原来的内容还要更重要 所以考试一定考在宪法征修条文当中 那么宪法征修条文呢 总共有七次的征修 然后总共有十二条 这十二条同学务必要滚瓜烂熟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了这个五权分立的结构当中 行政权呢 指的就是组织和管理内政外交等等各方面的行政事务的权利 好 那么其实我们刚也有讲到哦 他包括总统包括行政院都能执行这个行政权呢 好 那么总统是国家的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那行政院呢 是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 再来我们来看的是立法权 立法权指的就是制定法律与监督政府的权利哦 好 这里讲的制定法律 我们法律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人民其实有选举 罢免创治复决 这个制定法律就是创治权 好 那么立法院呢 就是我国最高的民意代表 最高的立法机关 好 他是我们的中央民意代表 也就是我们的国会 再来我们看的是司法权哦 只具有行使解释审判权以及惩戒权等等的权利 那司法院呢 其实是我国的最高司法单位司法机关 再来是考试权指政府凡是要选拔任用人才的权利 那考试院呢 是我国最高的这个考试机关 事实上我们也讲到 就是在国外都是三权分立 但是这个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五权分立 特别把考试权从这个行政权拉出来 又特别把监察权从立法权拉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参考了古代这个科举制度 还有这个建官的制度 所以把这两个权给独立出来 事实上我觉得也有他考虑非常周详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不同 那如果说独立之后 他真的能够公正公平独立的运作 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对人民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 好就是如果你行政 如果考试收回行政里面 那你说不定你想要用什么人才 你就会滥用私人 包括有一些行政职缺 搞不好会沦为某一些名义代表 塞人的这种这种这种的空间 所以说事实上 我觉得考试权独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担任考试院的这一些主管机关人员 真的是为我们国家在选拔跟挑选人才 然后也禁用人才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有好的公务人员 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更加健全 而且正面积极的发展 好 再来就是监察权了 指的就是监督政府官员施政 以及经费的运用 简单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会计师 就是监察本来就是有监督政府 这是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他本来在立法权里头 在三权分立来讲的话 这个监察权是在立法权里面的 所以他当然是也是具有监督政府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监察权有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要监督政府的这个经费的运用 所以这个审计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等于是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总 一个班级里面有个总务股长 一个家庭有一个管账的 那么一个国家就要有个省计的 帮我们把钱算的清清楚楚 这个大会计师帮我们国家的钱都算的清清楚楚 而且要监督每一个单位用了多少钱 用的对不对 清清楚楚都要算的清清楚楚的 把国家的财库管好 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中央政府的组织跟职权 我们现在一一的来认识一下 我们先讲一个概念叫政府有能就是五权分立 所谓的五权分立指的就是什么呢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跟监察权都是独立运作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行政权 刚刚我们已经都讲过了对不对 指的是组织和管理内外内政外交等等方面的权力的事物 然后再来立法权呢 就是制定法律跟监督政府的权力 那再来就是司法权有解释权审判权以及惩戒权 这个后面我们再介绍司法院的时候再来讲 再来是考试权呢 就是指政府选拔任用优秀人才的权力 再来就是监察权指监督政府官员的施政以及经费运用的权力 当然了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假设说如果有公务人员他怎么样 违法或失职监察院就要给他弹劾 这个我们后续再说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政府的组织及职权 来 我们首先来看这些人员产生的方式 以及他们主要职权是什么 首先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来讲 有行政权的总统跟行政院 然后再接下来介绍立法院 然后是司法院 再来是考试院 最后是讲监察院 我们先看一下总统 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是四年连选的连任一次 主要的职权有统帅全国陆军 全国陆海空军 第二他依法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与紧急命令 好 所以如果说立法院修订了法案 都修好了之后 一定要经过总统来公布 那命令 总统当然也可以发布命令 还有就是比较不常见 但是在非常紧要的时候 需要颁布的叫紧急命令 我们后面也会来讨论紧急命令 再来就是依法行使人事命令 以及提名权 再来就是决定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 那对于像国防外交两岸关系 有实际的决策权 好 这个是我们对总统的认识 那事实上同学一定要知道 总统的直选 宪法跟宪法争修条文差异是有一些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看宪法争修条文 到底征修了什么 好 同学如果对这个宪法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到有一个网站叫全国法规资料库 请进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总统的组织法 那么总统府呢 他总统府的组织法里面 第一条就说了 总统依据宪法行使职权设总统府 依据宪法就叫他们依法行政 所以总统可以设总统府 是依据宪法而来的 好 所以依法行政 每一个单位他要 他的组织结构要怎么设 都是有法源的 那叫做依法行政 依各种不同的法源来行政 所以称之为依法行政 好 同学如果对于这个中央法规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网站来 看到这里头 可以全文的去检索 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等等的 还有包括这个紧急命令 或者全国戒严令 还有宣告动员 勘乱时期终止 这些都是同学们可以进来看的这些法条 好 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 有关于行政院长 行政院呢 设有院长一人 由总统直接任命 副院长以及各部会首长呢 由院长提请总统任命 那么当然他们的任期是不定的 主要的职权是负责 依法规划和执行政策与法律 督导所属行政机关施政 第三就是要负责执行总统 对于国防外交两岸之决策 行政院的组织架构 现在现行的有十四部八个委员会 一行一院两个总处 还有三个独立的机关 那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从行政院的网站上抓下来的 可是情况上好像还没有跟上我们讲的这个十四部八个委员会 一行一院二处三个独立机关了 所以还有一点点落差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从这个表 比较容易看到这个行政院直属的机关以及独立机关 然后他们所执掌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像第一个内政部 他掌理的是全国内内务行政事务 那再来外交部呢掌管的是外交及有关涉外业务 那么国防部呢掌的是国防业务 好再来我想我们应当要看一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独立机关 第一个就是中央选举委员会 统筹办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以及公民投票事务 这样理解了吗 好所以所有跟我们人民要去投票的事情有关的 选举公职 好如果你是被投票选出来的 你就叫做公职人员 你是考试产生的 你叫公务人员 好那么呢公职人员是用选的 那么这个机关就设在行政院底下 叫做中央选举委员会 那中央选举委员会底下 呃他的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结构 全部是依法来设置的 好那就是说依法行政 那么他们会自己会有他们一定的这个法规 来说明说选举委员会底下 有什么样的组织章程啊 组织结构 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独立的机关 叫做公平交易委员会 他做什么呢 统筹办理交易秩序 与消费者权益 确保自由与公平竞争 促进经济 安定与繁荣等等的事项 好第三个就是同学们 一定会在电视里面常常听到的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主要就是掌理通讯传播 监理事项 好这个就是管理我们的电视啦 还有这什么 所有的一切新闻事业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立法院了 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呢 他是由人民经过单一选区两票制投票产生的 他的任期有四年连选得连任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选民喜欢你 你可以一直连任下去 没有几乎就没有期限 只要你有本事当选 那么呢 这当中有院长跟副院长 那这个院长跟副院长 由立法委员自己相互选举产生 好 那么立法院呢 他的职权 第一个制定法律 就是我们讲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当中的创制权制定法律 制定法律就是由我们的立法院来制定的 第二个 我们国家的钱要怎么花这些预算 行政院编好了之后呢 行政院把这个统筹款都编好了之后 就要送来立法院审查 所以立法院要审查中央国家 中央政府我们整个国家的预算 年度预算 好再来就是立法院要直询行政院的政府官员 包括有院长还有各部会的首长 直询权 再来就是对总统提名的官员 他要行使同意权 那你会说老师他可不可以不同意 当然可以 因为他代表人民来监督 然后如果他觉得政府总统提的这个人 不太OK 那么他当然也可以不同意 好 再来就是对于总统副总统 他也他可以提出罢免 也可以提出弹劾 那他要罢免总统跟这个弹劾总统的程序 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续再来说 再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立法院 他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 假设我们今天宪法要有征修 对不对 那谁才有资格来提出我们要征修宪法 谁呢就是立法院 好那再来第七个也是非常重大的权力 就是领土变更案 我们的国家领土要变更必须由立法院来提案才可以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司法院院长的产生以及他的职权了 司法院设有院长跟副院长还有大法官 那么这三个人呢都这三个职务的项目都是由总统提名 但是必须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才能任命 那为什么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呢 因为他们不是人民选的 所以呢还是要经过代表人民的立法院的委员同意才可以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司法院他有各级的法院主要就是负责审理各种诉讼的案件 那司法院还设有惩戒法院主要就是掌理全国公务人员的惩戒事务 还有一个叫做宪法法庭 不过宪法法庭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由大法官组成的 而且他的业务主要有三个项目 好但是他进行的方式是以法庭裁判的方式 那这三个重要的事件是什么事件 第一个审理正副总统的弹劾案 好就我们刚刚刚刚不是讲到吗 这个立法院可以弹劾正副总统对不对 好那由谁来审理就是由宪法法庭 那这个宪法法庭必须是由大法官来组成的 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宪法法庭 他还有政党违宪 如果政党他有违反宪法的地方 那么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可以来审理解散政党的案子 第三个就是大法官比较常常应该说比较多在执行的事情 就是解释宪法与统一解释法律跟法令 也就是说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 他必须要负责解释宪法 解释法律解释命令 好一旦就是这一些 不管是宪法或者是法律 或者是命令相互之间有抵触或有疑议的时候 那就要由宪法法庭 有大法官的宪法法庭来进行解释 好这个是宪法法庭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负责的主要三个业务 审理政副总统弹劾案 审理政党违宪的解散案 还有解释宪法解释法律解释命令 现在我们就来看了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部分 就是法院分成三种 一种叫各级法院 一种叫承介法院 一种叫做宪法法庭 那么其实他们所对应的事物 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各级法院呢 他就是审理各种诉讼 那么惩戒法院呢 主要是针对公务人员进行惩戒 就是如果公务人员被监察院弹劾 那弹劾之后 这个案子就会送到司法院来 司法院的惩戒法院 就是专门在惩戒公务人员的 那再来就是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 他主要有三个业务 第一个是审理政副总统弹劾案 第二个是政党违宪的解散案 第三个就是解释宪法 解释法令解释命令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司法院当中 同学都知道考司法官已经不容易了 那司法官一般的这些司法官 跟大法官有什么不同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必须要先成为法官 你才有机会成为大法官 来所谓的法官就是通过国家的 考试院的考试之后 取得了任用资格 那么他的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诉讼跟审判 那么这个国家考试就是所谓的司法官考试 再来大法官呢 大法官就是当然你已经具有了法官的资格 然后呢 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组成了宪法法庭 那么呢 这个大法官主要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呢 主要三件三个业务就是我们刚讲到这三个审理政副总统弹劾案 审理政党违宪案 审理解释宪法法律以及命令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司法院的这三项权力 包括解释权审判权跟惩戒权 再把它综合来说明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哦 这个是司法院有各级法院对不对 这个是审判权负责审理各种诉讼的案件 那么再来就是他也可以惩戒公务人员 所以这个叫做惩戒权 那么这个是由惩戒法院来执行的 那再来就是解释权 解释权主要就是帮我们解释宪法 解释法律解释命令 那你会说老师这里还有审理政副总统弹劾案 跟审理政党违宪案 这个算什么 这个也是审判权 所以其实在这个宪法法庭里面 他本身除了有解释权之外 他也有审判权 好那同学如果对于这个法院的组织结构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全国法规 这个网页网站里头来看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过一再的说过 我们的政府机关是依法行政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法院 也有法院的组织法 你不能法院自己说我想要放几个机构就放几个机构 我每个机构想要多放几点人都不行的 因为法院的组织法就明定了有哪些组织 每个组织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法院组织法里头 介绍的这个法院的结构 来我们看到这个法院组织法里面总共有12张 从第一张的总则到最后一张的负责 第12张的负责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呢 这个第二张是地方法院 第三张是高等法院 第四张是最高法院 第五张是检查机关 所以我们就可以至少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法院的结构 法院的组织层级 有分成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以及最高法院 我们来看总则 总则第一条就说了 本法所谓的法院 分为左列三级 好然后呢 这个第一条的第一项就说了 地方法院 第二项高等法院 第三项最高法院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法院分成这三个级别 那再来就是 第二条里面有去讲到 法院审判 民事刑事 及其他等等等等的诉讼 然后再来就是 他也有去讲 这个地方法院审判案件的时候 那法官一人独任或者是三人合议之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条 第二第三条的第一项 第二项第三项都在讲 每一个不同的法院 他有多少 有什么样的 有几位法官来进行 或者是合议 这个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定 再来我们来看来看到是第五章 有关于检查机关 在第58条当中就有明文的去规定 各级法院及分院对应设置检查署及检查分署 那这个检查署呢 分为三级 有地方检查署 高等检查署 跟最高检查署 而且呢 第59条开始也会针对里面 可以设置多少人 还有这个职称都有明确的规定 好所以这就是所有的政府机关单位 都有他的法令 然后政府才能够依法行政 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考试院院长 考试院院长还有副院长 以及考试委员都是总统提名的 但是总统提名之后呢 必须要由立法院立法委员同意才可以 好那么考试院他的主要职权就是 掌管公务人员考试 以及专门的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考试 那这个专门的职业及技术人员 其实涵盖的内容很多 那考试院底下除了设有考选部之外 他还有设了一个叫全序部 全序部长领的是全国公务人员的 全序辅序以及退休事宜 好 那么全序也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审查审定公务人员的资格条件 那辅序呢就是因工因伤因病殉职 给予当事人或其家属的协助 好这个是考试 考试院底下设的两部 考选部以及全序部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考试院职场的全国考试 其实是相当的多的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个考试院的这个 这个结构 他总共有六个业务单位 然后有六个幕僚单位 那现在其实我们对考试院比较不熟 如果你没有想要参加公职员考试 你可能会觉得考选部跟你来说 这个距离非常的遥远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参加 就是立志要成为公务人员的人 那我觉得你真的要常常进去考试院 看看这些网站里面的内容 你知道吗 其实考试院真的蛮累人的 这个光是每年举行的这个考试 就是大概有八百余种考试 然后每年大概举办有二十次的考试 好再来就是你看光是常态性的公务人员考试 每年就举办了十次 然后共考出了这个公务人员高普 考出等考试大概有八千人 所以其实还有特种考试将近有一万人 因此你就会发现到考试院也是蛮忙碌的 他的业务就是这个考完又那个考 这个每年都一直不断的在轮番举行这一些考试 那同学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这个补习班的网站 如果你对于公务人员考试有兴趣 你一定要提早准备 然后我相信补习班都能够提供给你非常非常完整的知识 像是法官考试 有的时候甚至是在补习班一报名 就是要先补两年 那当然如果你一年考上了 那你很厉害 搞不好有些补习班还会说 那我们退退一年 好所以同学如果有 至于像现在实际如果不是很好 然后你也不想要做一个YouTuber当网红 你想要粉粉粉粉的有一份收入的话 那么其实公务人员考试是非常适合你的 而且你要提早来准备 来最后我们来看的就是有关于监察权 监察院的监察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察院呢 院长跟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还有审计长 都是由总统提名由立法院同意才能够任命的 那么监察委员他负责有纠矩 弹劾迹法或失职的公务人员 那再来就是纠正行政机关不当施政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审计部 审计部呢负责审和政府的决算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等于是我们国家的什么呢 大大掌柜啦 就是我们的叫做会计大会计师总会计师 就所有的账花完了之后一定要让他知道 那监察院的审计审计长把这个钱都算清楚之后 就要回头要去跟立法委员报告 去立法院报告 我们来念这一段话 这段话非常重要 搞不好会考 监察院为了要行使审计权 设有审计部 设有审计长 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的三个月内 就要依法行政完成审核 并且把这个审核报告提交给立法院 OK 好 这里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来讲 就是有关于监察院 他有纠举权 有纠举权 有弹劾权 有纠正权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讲一下 纠正是对事情 纠正某一件事情 OK 但是纠举或弹劾是针对人 所以呢 这个其实纠举权弹劾权跟这个纠正权是对事跟对人的区分 那我们先来看纠正权好了 好 纠正权呢 他的行使对象是对事情 如果行政院或者其他所属的政府机关单位 他有不当的施政 那么呢 监察院就必须进行纠正 然后受理之后他自己行政院有关的部会的那些上司跟长官就要进行纠正 再来是有关于纠举权 纠举权是什么 是对人 行使的对象是中央及地方的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一旦有违法跟失职 那么呢 监察院就可以对他提出纠举 那假设说今天有人被纠举了 那么这个案子就要送给谁 送给公务人员那个人的主管上司或者是长官 OK 那再来是弹劾权 弹劾权监察院的弹劾当然是弹劾人啊 那这个是谁呢 弹劾的当然就是那些已经违法的公务人员 好 中央跟地方的违法的公务人员都会被 监察院给弹劾的 那被弹劾的人其实很严重哦 非常严重 如果已经到了被弹劾就会送到司法院的惩戒法院 这个非常严重 所以监察院弹劾公务人员是严重的事情 好学霸做笔记 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内容要提醒大家的 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总统颁布紧急命令哦 好 由于这个武汉肺炎不断的这个升温 台湾社会又掀起了一波 哎呦 我们的总统是不是应当要颁布紧急命令 这个事情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讨论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讨论了 但是呢大家都在说为什么蔡总统没有颁布紧急命令呢 好那么其实哦这个总统是有回应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就说现行我们有防疫特别条例还有传染病防治法这样的法律 我们依法行政依这两个法来处理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暂且就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必要 好 这个covid-19发生的时候 我其实这个紧急命令被讨论的沸沸扬扬 我们来看一下同学可能还没有看过紧急命令长什么样子 来 这个是921发生的时候总统颁布的紧急命令当中的第六条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条写什么呢 好 他说灾民因本次灾害申请补发证照书件或办理继承登记 得免缴纳各项归费并且由主管机关简化作业规定之 他其实就把921这个重大的天然灾害的事件造成的一些受害的灾民 他们国家不管是要补助他或者他要做这些后面的登记等等的希望能够来做一些尽快的处理 还有尽快的这个补偿跟救助救灾防疫跟安置的工作 所以才会颁布的这个紧急命令 好 总统可以颁布紧急命令 这到底是依哪一个法 我们说过嘛 所有的行政机关都要依法行政 那总统颁布紧急命令 他的法源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第43条 讲到的国家遇有天然灾害 然后利益 还有或者是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的变故 需为急速处分时 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 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 依紧急命令法 所以其实有紧急命令法 发布紧急命令 为必要之处置 好 所以说他又讲两个情况 国家遇到了重大的变故 第二个 立法院休会 然后呢 行政院会议 然后得依紧急命令法来发布 所以他有好多好多的限制程序 但是里面还有个最重要就是 可是呢 你这个紧急命令发布之后 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 如果立法院不同意 这个紧急命令就失效了 这个是宪法第43条的规定 但是各位同学 这是旧的规定 为什么呢 因为宪法征修条文 针对第43条有所征修 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法规资料库当中 看到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条文 原文的第43条 就是你们刚刚看到我们念过的这个部分 好 那但是呢 宪法的征修条文对这个43条有修正 我们来看一下 修正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他说 这个是宪法征修条文第二条第三项规定 总统为了避免国家或者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 德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 不受宪法第43条 不受宪法第43条之限制 好 所以同学就必须要记清楚 就是说征修条文才是我们现行的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 就是如果紧急命令要发布的话 他有一个整个的流程 总统为了避免国家或者人民遭遇重大变故 德经行政院会议决议 发布紧急命令为之必要之处置 但是不要忘记了 行政院决议之后 10天内必须要提交给立法院追认 OK 所以本来43条是说一个月内对不对 而且是在立法院修会期 但是现在都改了 就10天内就要追认了 好 那追认的结果有两个 一个是立法院同意或不同意 立法院同意 当然这个紧急命令就生效 如果立法院不同意 这个紧急命令立刻失效 所以不要忘记了 为什么立法院有这么大的权利 因为立法院是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代表的就是人民 人民不同意你断布这个紧急命令 你就得立即失效 当然在这里你也会想问 总统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 还必须要被这个行政院同意或不同意 万一不同意就立即失效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概念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从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这件事情就可以来看到 所谓的五权分立 它本身就隐含着五权要分权制衡 不要让某一个机关 他有独立的就是说 暴力的去行使他的职权 或者愉悦的或者是没有奋气的 或者是违法的或者是失职的去行使他的职权 OK所以我们从这个总统颁布紧急命令 就可以看到这个分权制衡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学霸做笔记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接下来就是学霸做笔记 我们要看的是罢免与弹劾 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刚刚讲到 就是监察院有弹劾权 对不对 那谁有罢免权 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所谓的罢免呢 指的是人民对于总统政治责任的追究 那总统不必有任何违法的事由 换言之是对于依法选出的总统 可以在他任其未满之前就令其去职的一个制度 所以呢 罢免有时候被称为门后的枪 OK 就是对于行政官员 就是责任的追究 那弹劾呢 一般来说 他就是国家职长纠谈之机构 对于那些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 有权 审判 弹劾 那这个 对这个违法失职的政府官吏进行监督 如果真的有违法就必须要惩处 来来来 我们再来好好的复习问一问 谁拥有罢免权 人民可以罢免谁 人民拥有罢免的权利 可以罢免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人民可以罢免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包括有谁呢 好 民选的政务官员 比如说中央民意代表 包括有总统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 那如果是地方民意代表就是县市首长以及地方议员 只要是你用选票选出来的 你就可以用选票罢免他 好 再来 谁拥有弹劾的权利呢 谁会被弹劾 监察院拥有弹劾的权利 政府的事务官员一般俗称公务人员 如果他有违法失职就会被弹劾受到惩戒 好 所以大家是不是已经搞清楚了 罢免跟弹劾有什么不同呢 罢免呢 是要罢免民选的公职人员 而弹劾呢 是要弹劾考试 考出来的这个叫做公务人员 好 再来我们已经把这个罢免跟弹劾都弄清楚了 那么呢 同学要注意哦 这个是一定会考的罢免跟弹劾 可以罢免谁 可以弹劾谁 谁可以罢免谁 会被弹劾 这个是每年必考的 OK 好 但是我们现在稍微来特别讲一下 就是通常哦 讨论罢免跟弹劾的差别 主要是针对总统 而民意代表 像立法委员啊 或者是议员啊 他们依照大法官会议第14号的解释 他们不是监察权行事的对象 所以是没办法弹劾的 换句话说 只要是民意代表 他就只能罢免 可是总统 总统其实是 总统跟副总统 他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要是最高的行政 总统又是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他其实 既可能被人民罢免 也可能被检察院弹劾 这两个都可以对总统来做 可以对正副总统罢免 也可以对正副总统弹劾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罢免总统跟副总统的程序 是不当什么叫罢免 不必有违法 你就可以罢免他了 由立法院提出 由公民投票来复决 来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你要罢免总统的话 必须要有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以上要提案 提案之后呢 要三分之二全部投同意票 那么这个才能够进行提案罢免 可是你以为三分之二立法委员同意 就可以把总统把你们 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 总统罢免掉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提起罢免案 可是真正来行使 要不要把总统副总统罢免掉的是谁 是人民公民投票 所以这叫复决权 我们一直在讲 人民有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 复决就是立法院提案之后 公民投票的复决 就是指的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罢免总统 他是需要复决的 就是必须要全国的人民 再重新投票一次来复决 通过才可以 再来呢 弹劾总统呢 来 弹劾总统跟罢免总统有什么不同 罢免严格来说 你觉得他 你感觉他让你不喜欢 或者他让你觉得他做的不好 你就可以弹劾 你就可以罢免他 但是弹劾不是哦 弹劾总统是 你必须要有实际的 这个总统必须要实际的违法跟失职 你才可以弹劾总统 那弹劾总统的权力在谁手上 一样是在立法院手上 只有立法院可以弹劾总统 可以罢免总统的提案 所以其实呃 对于总统副总统的罢免跟弹劾 都是在立法院才有这个提案的权利 好 在立法院呢 如果要弹劾总统副总统呢 要有二分之一以上提议 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统议 然后呢才可以把这个弹劾案 弹劾案送到司法院的宪法法庭 去由大法官来审理 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同学哦 有关于总统副总统的罢免跟弹劾 是一定会考的考题 一定会考的考题 那呃 同学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只有立法院才能够提案 要罢免跟弹劾总统副总统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者的差异 你就会来看看说 到底是要罢免总统比较容易 还是要弹劾总统比较容易 而如果这个罢免案 或者是弹劾案成立之后呢 最后会后续要怎么来进行 好 我们这样一比较之后 你就发现到说 如果是要罢免总统 四分之一就可以提案了 立法委员四分之一就可以提案了 那如果是要弹劾总统呢 必须要达到二分之一提案才可以 而且两项不一样哦 你要罢免总统 就是总统不必有违法的室友 你就可以罢免他 但是你要弹劾总统 你必须要掌握了明确的 违法失职的状况 你才能够弹劾他 那这两项提出之后呢 其实后面发展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罢免 因为总统是人民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所以你要罢免总统 你提案通过之后 要由人民来复决 就是人民再一次投票 同意要罢免这个总统才可以 那如果说是弹劾呢 弹劾就是 你这个弹劾案一旦成立 立法委员有三分之二都同意 要弹劾这个总统 那弹劾案成立之后呢 就要把案子送到司法院的宪法法庭 由大法官来审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敬请锁定 重阳研究院 拜拜